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今天在谈新的话题之前 我仍然想把昨天早晨的话题的前面的废话再说几句 昨天说回复一部分粉丝朋友说想到我自己来学太极拳 说你要多少学费 给多少学费 要什么给什么 这个我明确的说 今天更明确一点吧 就是我不接受外面的人来学 我有退休工资 我确实吃饭是不成问题的 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呢 原来是我的学生 或者是最近是我的学生的人 我因为从美国今年回来了 那很多年在美国交权 今年回来了 那你原来是我的学生 那你外地的远的地方 那你来我是这里 那是可以的 这个其他的人是不行的 非常抱歉 因为实在是有难言之隐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聊今天的话题 我们接着昨天的前两天的话题 昨天的前天我也不知道 每天在聊新的话题之前 我思想上就斗争 什么斗争呢 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因为这个人的这个性格 我是要说真话 可是你每天在聊新的话题之前 我脑子里都有一番斗争 说假的没人听 并且说假的不是民歌聊太极的初心 那么说真话吧 大家就觉得 哎呀 民歌也没有啥 说的啥也听不懂 我每天在聊新的话题之前 都斗争一番 思想上都斗争一番 但是每次都是说真话 战胜了说假话 因为什么 就是我的性格决定的 好 那么我们下面就接着聊昨天的话题就是 我真是记不清是昨天前天 就是说我们脊椎放松 脊椎放松 这个脊椎放松 今天说这个脊椎放松之外的 脊椎旁边两道肌肉的放松 好 那么这两道肌肉的放松 就是背上两六 脊椎的旁边两肌肉的放松 那么我是今天练拳的时候啊 就是感到呀 什么呢 感到两块肌肉 就开始在下面放松 原来比如说我肩上这个肌肉放松 背上这个靠脊椎旁边呢 或者说上边 现在发现了什么呢 发现我的这个背上这两条肌肉 就是腰的上面一点点 腰的上面一点点 那个地方两块两道的肌肉这个部分 原来是上面上面的部分 现在往下来 基本上后面两道肌肉从上到下都是松 那么今天我要聊的是什么 听得好 我要聊的关键是后面这两道肌肉并不是 我今天一下就练这两道肌肉都松开 不是 而是什么呢 而是一点一点松的 开始的时候 我的这个这个肩胛骨 两个肩胛骨的脊椎那个部分 两边 肩胛骨的部分 那个高度 脊椎的两边的肌肉松 开始 哎 过几个月以后 比如说 哎 他往下面一点 肩胛骨的下面一点 那个脊椎的两边的肌肉 开始 哎 灵活自主了 那么 昨天讲 昨天讲那个用那个肌 用那个身体打拳 所以今天早晨的我还是练的是用身体打拳 我用身体打拳 我用身体 我用这个身体 我用这个身体 我用这个身体在打拳的时候 我用身体打拳的时候 那时候感到 基本上往下 往腰部靠近的 这个脊椎的周围的两道肌肉 完全松开的那种感觉 好 我再讲一遍 我今天要聊的是什么 是什么呢 就是 背后的两道肌肉也是一点一点往下 或者一点一点往上 它是一点一点找到它放松的感觉的 并不是一天我就练这两道 从上到下的两道肌肉 都叫它放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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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 过一段时间 我就练脊椎了 不是整的 它是登天的 像脊椎一样 你脊椎是一节 这个颈椎的下面 我放松了 我胸部的后面的脊椎 腰部的脊椎 后面的脊椎 放松了 它也是像这个一样 一点一点的松的 好 这个讲完了 下面我想聊的是 方法 那好多粉丝朋友说 你光说松松松 到底怎么说 好 现在 再说一遍 老话 什么老话 原来在明德辽泰集里说的 组个脉棍呀 搭服倚靠呀 千金一发呀 彩棉呀 就是通过这些 祖传练 练法 这些东西 打一套拳 练一个彩棉 打一套拳 练一个水中游游 打一个拳练一个什么 就是通过这样的方法 达到我 过一段时间 这里什么 过一段时间 赶到这里什么 过一段时间 赶到这里什么 就是通过全面的方法 达到的这个目的 这个目的是一点一点达到的 一点一点达到的 过几个月你感觉到 这一套全军一发 这一套全是搭服倚靠 那么天天这样练 过几个月你就会发现 发现腰部肌肉松了 过一段时间 发现胸部松了 松开的那种感觉是一点一点来的 方法是什么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没有 我练五十多年太极拳 我没有其他的办法 只有这个办法 只有这个办法 达到全身松开的感觉 我昨天说的用身体打拳 用身体打拳 你身体整个部分 每一个肌肉 每一块地方 你真正放松了 你才能用身体打拳 你要是紧的 你是用不好的 这就是我说的这个用身体打拳 和原来那种用身体打拳 它不同的地方 用语言很难来说清楚 很难说清楚 你就像那个张先生给我的私信当中说 我要跟你学钱 因为光看视频 还是不行 我想到那里住 住着跟你学 你要多少钱 我给你多少钱 我说不行 原因很简单 刚才已经说过了 对吧 我不是为了钱 不是为了钱 好 那么 这个 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说 光看视频是不行的 你自己按照视频的方法去一步一步的慢慢的练 自由的练 自由的练 我还想讲一点 全的架子不丢掉 永远打不到 我说的这种东西 这种全身都松透松开的那种感觉 你永远得不到 你全架不丢 永远得不到 那么很多老师是反对的 很多老师都反对 几乎所有教太理权的人都反对 那没有全架还有啥呀 前辈 我们的老前辈 我们的前辈 都说所有的东西都在全架里找 所有的功夫都在全架里 你把全架练 练全架就会得到很多东西 我不否认练全架 是可以找到东西 这个东西就是某些技巧 某些功夫 可以找到东西 但是 我的方法 我练50多年的方法 我的体会 全架不丢掉 你永远到不了上层 到不了高级的层次 这是我的体会 好 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全架内容 欢迎大家转发点赞 收藏关注 谢谢大家 明天再会